Odio Jungle 在传统叙事中,介绍南昌起义一般都是这样的,1927年8月1日凌晨,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,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集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成等人,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,因此,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周恩来是这次起义的最高领导人。 但实际上,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,叫谭平山、周恩来在这次起义中的排名,甚至在实名之外,这是怎么回事呢? 拜杜拜科在解释南昌起义的时候,还是挺公正的,在开头有这样一句话,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,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,请注意,里面提到了国民党左派。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,要知道,1927年的共产党势力还非常弱小,难以跟强大的国民党抗衡,为了政区最广泛的帮助,在名义上赢得最大的支持。 当时,中共领导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,即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,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,发起了这次起义。 当时,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是谭平山,在中共方面也有很高的威望,因此由他来担任起义的最高领导人。 在何时不过,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。 成员包括,贺龙、金亨仪、何湘明、朱辉日、黄岐祥、张树石、徐克力、宋庆龄、于又任、郭墨若、陈友人、张巴奎、邓雁达、谭平山、玉带英、林祖涵、吴玉章、彭泽民、张国道、莉莉三、周恩来、叶挺、彭派、江浩、苏赵征、图、谭平山从这份名单中也可以看出来。 当时我党的政策,就是联合尽可能多的人,比如何湘明、宋庆龄、于又任、张发奎这些国民党元老们,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,在起义部队的领导上也可以看出来。 当时的起义部队番号,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,总指挥是张发奎,但实际上的代理总指挥是贺龙、前帝总指挥是黄岐祥,但代理总指挥是叶挺。 因此,这次起义在名义上虽然是国民党,但实际上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。 那么,周恩来在这次起义中,担任什么职务呢? 首先,在参加这次起义的中共领导人中,周恩来的地位最高,起的作用也最大,因此可以说他是南昌起义中我党的最高领导人。 其次,具体负责起义部队的是参谋团,由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刘伯成、蔡廷凯后改为邓远达组成,周恩来又成为实际上的军事最高领导人。 因此,虽然在起义革命委员会中的排名不高,但前面也说了,委员会中大多数人都是挂名的。 在实际上的起义负责人中,周恩来,是是我党的最高领导人。1957年8月1日,为纪念建军30周年,解放军报第一次正式介绍了南昌起义,其中提到的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、朱德、贺龙、叶挺。 文章写完后,接放军报社领导为了慎重,专门把这个排名呈送给周恩来、朱德、贺龙等人审阅。 朱德看后,笑笑说,我不能排在前面,当时我的人马主要做一些协调保障工作,作用不大,应排在叶挺将军之后。 周恩来也批示到,刘伯成同志在起义中任参谋长,做了大量军事工作,功勋卓著,应在起义领导人中,加上刘伯成的名字,排在朱德之后。 因此,南昌起义我党的领导人,就成了现在通行的排名。 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成。 1959年10月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预展,周恩来去现场审查。 当讲解员讲到大革命失败后,为了挽救革命,1927年8月1日,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南昌洗衣的时候,周恩来摆了摆手,说,那是我领导的,是党的领导,应该说是党的领导。 这就是周恩来的一挂风格,功高而不自居,干着最苦最累的活,却心甘情愿地排在后面,只是为了能让革命事业顺利进行,有趣味、有思维、有品味的三味历史。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MASHAOHUA108。